大家好 我是時光寶俱的Able 這星期的一周標示 我想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 為何勞力試會這麼受歡迎 如果我們想買標 在市場上其實有很多選擇 有些碗標標榜他們有傳統的瑞士工藝 亦有一些碗標是我們用最尖端的科技 最延伸的物料 亦有些碗標做到像技術品 例如像ENIMO 高級的ENGRAVING 有些碗標標榜他們的性價比是很高 無論如何 任何一個買標的人 可能他的心目中都會出現一個問題 究竟要不要買一隻勞力試碗標 為何Rollex在消費者的心目中有一個特別的地位 我做了一些研究 看回勞力試的歷史和今天產品 得出了有幾個月 可能引致到勞力試為何會這麼成功的原因 跟大家分享 故事要回到1908年的時候 Hans Wolffdorff先生選擇了Rollex這個名字 作為他的品牌名稱 Rollex 原來在所有語言都是很容易發音的 這幾個字 亦非常之好認 為勞力試這個品牌 將來成為一個家傳戶曉 品牌奠定了一個基礎 另外一個原因 我覺得勞力試之所以成功 早在20世紀初期的時候 仍然是大家都在用Pocket Watch 就是懷錶 而碗標才剛出現 在市場 而Hans Wolffdorff先生 他真是一個高瞻軟足的商人 他覺得 碗標才是Future 到歷史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集中精力研發 怎樣去做好一隻碗標 代表的時候 標殼是比較大 碗標是小很多 引致到碗標的機身 相對來說比懷標是小一半 甚至是小三分之二 怎樣可以令到一隻這麼小的碗標 都做得精準 當時來說是一個大課題 Hans Wolffdorff先生 集中精力 怎樣可以改良機身 令到一隻碗標 可以跟懷標一樣準確 甚至比懷標更加準確 勞力試是第一個 天文台認證的品牌 當時他們申請的 就不是瑞士的天文台認證 因為勞力試開始的時候 是在英國註冊 所以他們申請的是 Q Observatory的認證 Q的A Certificate 是一個非常嚴格的 Certificate 拿到這個認證的碗標 非常精準 第三個原因 我認為 為甚麼令到勞力試成功 亦都是 要看回 Hans Wolffdorff先生 他當時 認識 水和碗標 水貨不用 戴著手的碗標 是很容易 沾到水 無論是洗手 或者下雨 水份 不但可能 在錶面 形成 霧氣 都可能會走進去的機心 損壞機心 所以 Hans Wolffdorff先生 在研究 如何做到 一隻 真正防水的標學 後來 當然我們知道 他推出了 豪式的標學 Oyster Case 第一個 真正有防水功能的標學 第四個 我認為 引致到勞力試成功的原因 早在 1920年 的時候 Hans Wolffdorff先生 已經懂得用 Marketing的方法 去推廣 他的產品 當時 有一位英國的女士 叫Mercedes Glissett 她就是 游泳 橫渡英倫海峽 Hans Wolffdorff先生 覺得這是一個 千載難逢的機會 將他這個防水的碗標 推廣出去 於是 他就邀請 Mercedes Glissett 帶著勞力士的碗標 去游英倫海峽 經過十個小時的游泳之後 拿上來的勞力士碗標 仍然可以正常 和準確地運作 Hans Wolffdorff先生 還將這件事 放在報紙廣告上 讓世人知道 努力士能夠做出 一隻 真正的防水碗標 之後的幾十年 努力士還做好很多東西 令到他有 今天的地位 知名度 大家給他的信心 例如1953年 就介紹了 Professional Watch 為專業人士製作碗標 這個概念 第一隻他們推出的碗標 是Summerin 當年這隻碗標 已經可以防水到100米 當時的技術和物料 這是難度非常之高的動作 讓消費者知道 努力士 means serious matter 之後他們還推出了很多 為專業人士製作的碗標 例如 為飛機師製作的 GMT Master 這隻是第一隻 擁有24小時指針 配合一個 24小時時標的標圈 可以讓我們看到 兩地時間 還有Explorer Explorer 2 被探檢家 在極地裏面 分不出日夜的時候 看看碗標 就可以知道 現在究竟是 日後還是夜晚 另外 Milgus 也是一隻 房池的碗標 專門 為科學家 或者是 市場強大的 環境工作的 專業人士 而設計 最熟悉的可能就是1963年推出的 Crosmograph Daytona 這隻 Daytona 是為當時 賽車運動的 專業人士 而設計 Hans Woodford先生 在1945年 已經成立了一個 慈善基金 到今天 這個基金 仍然擁有100%的努力士 所以這個品牌 可以請一些 在市場上 很厲害的 專業管理人才 和一些科學家 去研發 一些新的產品 好了 星期一 周標時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